有沒有訂閱 再不訂閱 再不留言 留言一下… 我們要來祝1月21號壽星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福利謙です 大家好 我是精靈學生 福利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葬送的福利謙呢 我今天是她的妹妹 我叫福利謙 只是可能過了幾千年 我稍微長得比較高一點點 我們今天要來還原一個葬送的福利謙 就是我最近非常熱愛追的一個日本的動畫 它裡面有一道料理呢 是愛染 你們一定不知道是誰對不對 要去看一下 這一部真的很好看 愛染裡面它就是有一個習俗 生日的時候會做一個巨大的漢堡牌 我今天就要用著福利謙 一起來做巨大的漢堡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期待呢 然後福利臉的本身角色呢 是比較沒有情緒的 所以身為她的妹妹福利謙 我算是她的急與急 所以她很冷靜 我就稍微躁動一點點 大家應該算是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就用我們的魔法 練出我們的巨大漢堡牌吧 屁屁咖 屁屁辣辣 破破妮娜 屁屁辣 多死 嘿 我們變出來呢 不是成品的巨大漢堡牌 是一堆食材 我們要自己手做 這就是最難熬的一部分了 我準備了豬絞肉 牛絞肉 麵包粉蛋 洋蔥 海鹽跟胡椒 我跟大家說做漢堡牌呢 會建議大家牛絞肉跟豬絞肉混合 盡量豬絞肉的比例不要太多 因為它顏色比較不好看 一起來翠翠吧 那首先我們先來切洋蔥 我願意一層一層一 等一下 我是不是用這個造型 然後用人家R上這邊畫的畫 我覺得看起來不是很OK 先切洋蔥 我現在這不算是地獄廚房 因為我現在是福利錢 這應該叫精靈的小廚房 我們剛剛用這種切法 大家才會覺得很專業 就是各位 然後洋蔥不要放太多 因為洋蔥會出水 橄欖油 洋蔥變熟的魔法 有沒有… Merry good 我們就要開始我們的做的步驟了 首先我們要先來泡牛奶 就是要給它放到烏敗 五把就是那個 它最近… 我有點緊張耶 因為我想說要追求一個很有 以前那種訂閱廚房的感覺 所以我是真的沒有看影片 雖然說我以前有做過 但是我廚藝還沒有好到 就是單純只有看文字的食譜 就可以又回想起來你知道嗎 好 我們先來揉捏一下我們的這個 稍微讓牛肉跟豬肉混一下 喔 好冰… 唉唷 讓空氣變溫暖的魔法 還叫暖氣 然後這把洋蔥 這跟我以前做到漢堡牌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總覺得它的整個 看起來 還好沒有全倒耶 感覺那個我好像倒準備太多麵糊了 因為做巨大分量啊 不是說它變兩倍 食材是兩倍 有時候可能就是 乘以1.5就好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喔 小的漢堡牌你就可以這樣子 兩手這樣丟 但我跟大家說漢堡牌啊 你就算它樣子賣相再怎麼不好 再怎麼沒有揉出筋性 它只要收了都可以吃 就是這樣 要這樣丟 你是戰士嗎 不愧是愛人他們那邊的那個 生日的習俗 可是真的要這樣丟 這樣丟才會有筋性 大家知不知道 看我的洋蔥一直出去 再把它撿回來 我好像覺得差不多 要不要訂閱 這麼訂閱 這麼留言 留言… 留言一下… 接下來就是重點時刻了 我們要來塑形 塑形非常的重要 因為丟它去煎的時候呢 它的樣子厚度 決定了它能不能成功 我們怕我巨大漢堡牌照做 就是變成各種小小的漢堡牌 或是 牛肉豬肉炒碎肉 OK 好 來了 嚇痛 嚇痛 超痛耶 各位 嚇一下細 讓它有點… 大家如果漢堡牌啊 是只喜歡吃牛肉的耶 你就不一定要追求用到很熟 因為我們今天有裡面有煮肉 所以我們就要熟一點 剛剛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Follow Me煮的時間 我跟大家說 我們就是 真的沒辦法 它太大了 我跟大家說福利臉它 做巨蛋漢堡牌 在幫它慶生的時候呢 它就是經歷了這個步驟 要煮多久 這會不會炒回答 我好擔心喔 炒回答我們就是 一切由從無頭 我們就是一瞬間 然後就讓它去 可以…不用擔心 我覺得可以成功 來喔 1 2 你要去哪 所以… 閃一邊嗎 前逃越來越遠 好 來喔 1 2 3 2 喂 很漂亮耶 有… 有沒有… 是不是成功了 而且我們沒有裂開耶 小裂啦 小裂啦 小裂 但我覺得這個裂度還可以 可以喔 讚讚讚 好 我們繼續讓它燜一下 然後等一下最後起鍋的時候 稍微大火讓它焦焦 就…就好了 這家是小筋餅 我現在用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小黃 小黃很好用 它呢非常的細緻 可以洗得非常乾淨 又不會刮傷你的餐具 是不是很棒呢 你的廚具一秒變乾淨的魔法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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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福利里裡面的漢堡牌是完全沒有醬 就是真的很像蛋糕那樣 可是我覺得要有一點顏色可能的漂亮 感覺比較美味 所以我們還是要來做一下醬 然後這是剛剛 就是你在做漢堡牌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肉汁 然後再炒一下那個漢堡牌的醬 看你它加白酒或是紅酒都刻入 大概碎疼一下 讓它有點稠稠的 看起來相當的美味 只要努力過的人都是戰士 好 我們上桌 我今天是努力的人 所以我有漢堡牌可以吃 嘿 料理過後是不是覺得清潔打早餐的不順手 又容易不乾淨呢 那是因為你沒有食用 我們堪稱有打掃魔法的 體驗清潔用品 百利菜瓜布 我簡稱它為小黃跟小綠 它可以針對不同的爐具跟餐具 做不同的清潔 像是這個小黃呢 它都是專門來洗餐具的 它的這邊呢 它是比較細緻的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 不會刮傷你的餐具 重點是它添加抗菌配方 它這個呢也非常的好抓握 你看起來非常的順手 起泡力也很棒 所以用的時候 一洗你的餐具就讚讚讚讚 還有這個充滿無人清膽的 天然木薑棉菜瓜布 你看這個奶茶色 哎呀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 擺在那 哎呦時髦簡約 百利替換式馬桶刷 S型的可替換馬桶刷頭 可以有效減少細菌滋生 刷的時候還不會傷害馬桶的右面 清潔模法百利除承托把 它的底部呢 它是蜂巢狀的凸點底板 還有彈性的弧形面板 所以它可以增加摩擦力 除去頑強污垢 俗稱托把呢 它有乾濕脫巾可以做選擇 啊我個人的習慣呢 是先用乾的收集那些毛髮啊灰塵啊 最後呢再用濕的把它擦乾淨清潔溜溜 過年期間靠這兩個就可以大少數 乾乾淨淨讓人家親戚朋友來家裡 都覺得喔 再擦光 莫非是有獲得這種清潔模法嗎 對你有 看到這裡是不是很想要獲得清潔模法呢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簡單獲得的 沒有關係 我們有3M 讓你輕鬆就可以變成千臉模法師 完成了我們的巨大漢堡牌 這禮物呢是用來犒賞很努力很拚命的戰士 只要很努力大家都是戰士 我現在終於可以來吃它了 究竟裡面有沒有熟呢 但首先就是我覺得我的醬料做得非常的香 很好吃 我剛剛那聞那個醬料真的不得了 哇 這漢堡牌很 祝你生日快樂 這個 我現在把它切成一個蛋糕形狀 這樣不知道合不合你 哇 超漂亮 美到不行耶 你有看到嗎 我們要來祝1月21號壽星生日快樂 這個這邊呢是水瓶座的朋友們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迎晚健康 永遠健康 福利聯會給你一個健康的魔法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開心快樂 好 吹蠟燭囉 生日快樂 哈囉 馬上後再幫我上一個 那個關燈的特效 感謝你 我們要來吃我們的漢堡牌了 究竟它的味道可不可不可以成功呢 有好吃嗎 哇 可以喔 好吃耶 肉的味道剛剛好 然後完全熟度也剛剛好 所以不會過熟很乾 我們今天其實是用麵粉 不像是之前我們可能比較常用的那個 麵包粉下去做 它的口感其實 跟之前的那個肉感 有點不太一樣 哎唷唷 它好像又有點 它有點粉蒸肉口感 那它吃起來的味道完全不是粉蒸肉 就是漢堡牌的味道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做看看耶 很大好吃耶 而且我的醬煮得真好 大家有聽到洋蔥還有脆脆的聲音嗎 它其實又炒到有變色 但沒有炒到很爛 所以它整個口感都還有 我現在在畫面裡面看起來會很荒唐嗎 大家 因為我之前很多的老觀眾應該知道 我非常的想要染頭髮 欸你們覺得我這顏色染起來如何 我覺得我看起來滿顯白的耶 還是我以後就用福利臉髮色去染一下 啊 這支片上的歌 之後我要去看Soupa June的演唱會耶 還是妳這樣去看 我這樣去看會不會抓 會不會打吧 我最近吃漢堡牌 對配白飯好像還好 但福利臉裡面他們好像沒有配白飯 他們就是真的就這樣一大片喔 旁邊有一盆沙拉 可是就沒有混在一起的那一種 我們今天就是超級還原 啊我就沒有很還原 我看起來像是頭髮白了 不像是精靈的白 很漂亮吧 我很多人說看福利臉會哭我好像還好 我還沒被戳到 嗯 我就覺得很好看 但好像目前還沒有看到會覺得感動落淚 但我覺得新梅爾一定是喜歡福利臉 嗯 吃一次羞恥感會上來不知道為什麼 好 我應該問大家是漫畫派還是動畫派 嗯 感覺在炒起來喔 真的假的 就是炒嗎 我好像沒有特別分是哪一派耶 可是獵人我一定要看漫畫 動畫我很喜歡看 但一定要看漫畫 因為我想要看福利臉到底發生什麼樣子 我覺得胡椒真的要撒多 因為它那個香氣進去之後有點熟 熟了之後它的香氣比較沒有到那麼重 所以你撒得越多越香 但我覺得洋蔥真的是可以再多一點 只是因為它會出所怕它裂開 我現在有點興奮想說我拍完之後 因為隨便寄了很多那個菜瓜布 小黃跟小綠跟各種 就可以帶一些回家用 因為平常就是用他們家的那個菜瓜布 所以現在就是不用自己買 然後就護存不進來 我覺得感覺非常的棒 我喜歡買中間有個洞 因為它一直在掛在我們家那個洗碗槽上面 好 戰士剩這一塊 也是非常的巨巨 現在剩一個這個三角形 這很像大扁 然後很像兩個大餅疊在一起 戰士吃這個真的是會充滿著精力 精力100 都是肉 療癒 好 我們要賣向我們的最後一口了 福利千今天要下台鞠躬了 最後一口 吃完了 我們對再次最棒的一個禮物 就是巨大漢堡牌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 有沒有想實際做做看的 由此可見 福利連跟岸然它的那個廚藝都非常的好 因為其實日本還滿多人做 不是做失敗嗎 而我是做成功了 所以代表我應該也算是廚藝偏好的內怕吧 然後如果大家都周邊最近有人生日的話 也可以做這個給他 因為我覺得算是一個滿特別的生日蛋糕 但是我覺得要多人一起吃 因為就是它就是漢堡牌嘛 所以味道就比較大 然後比較一致 吃到後面會有點想膩 我們這樣子做起來大概兩公斤左右 反正就是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謝我們3M的大賞魔法陪著我們度過 我跟大家說每次做巨大料理的時候 其實最難過的就是事後的清潔了 然後事後的清潔每一次做巨大料理的時候 就會可能有點超回答 有點怎麼樣就會搞得就是很髒 所以每次在用這個菜瓜布的時候呢 就會非常的感謝他在我們的身旁 應該每個人在裡面都有這個吧 因為他那時候會說要不要合作的時候 我整個超級興奮 我想說終於你看到我的影片 有用你們家的東西了嗎 終於 我愛你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我已經很久沒有做巨大的料理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 有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嗎 下次還想看我還原什麼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我們葬送的福利籤 你們是不是真的很想葬送我 我應該一出場你們就想呼我巴掌了 對 我們今天葬送的福利籤 就這樣笑台語鞠躬 大家就訂閱囉 掰掰 影片訂閱的魔法